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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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那我一般在飞机上看到的就是出去旅游的人 就是坏人呢他比较会喜欢就是用手机玩一些游戏啊或者看一些电影 那西方人呢我经常会看到他们会带了一本书 在飞机上会用这个时间去就是多理解一下 他要去的哪个国家的温化或者他的一些信息 像我的中国朋友呢他们可能为了吃饭方面会比较节约钱 其实呢到了继承的免稀店里面会花很多钱 我来说我自己呢我一般我会把这一笔钱可能住在一个比较舒服的酒店 然后我会吃饭的花很多钱 其实我一般不太会去谷很多中国朋友 可能喜欢在APP上面找到一些排名比较高的一些饭馆 其实呢我还是会比较相信当地的人可能的一些推荐 因为有时候我到了那个餐厅可能都是西方人都是美国跟加拿大人 我会感觉可能那个菜也没那么尊重 我觉得旅行的意义就是我在家里感受不到的一些东西 都是我看了电影或者我看了一本书感受不了的事情 觉得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一个相反的 如果我们西方人出去旅游去海滩 那我们会喜欢在在沙滩上待了几个小时 就是一个小时靠一边然后就按一边 然后再靠后背上或者 如果我们回来然后皮肤又比较黑 我们会感觉哦我很有休闲的又比较健康的 你看我的皮肤又有多黑 看到中国人去海滩玩 一般会躲在树下面或者带一个预伞 或者带一个比较就没有太阳的地方 那我觉得中国人不喜欢晒太阳呢 有可能是因为感觉皮肤白是漂亮一点 可能有很多明星他们的皮肤特别白 那自己也想要皮肤白 很多中国朋友呢看旅游都是看结果 他们一个一个景点都是要去都是要拍照 然后回到中国就是可以分享照片 欺负朋友他们一般是看过程 他们可以花一天都是在沙滩上 晒太阳那我还是有一个推荐给一下我的中国的朋友 到了一个地方不要太注重结果 应该要学会相守一下过程 谢谢小看一生两年 我们下次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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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